早就裡面瘦了 喔 剛才似乎有一架 有一架 剛才應該是120 這架殲20先跑了 不過他的PD15還在飛 載入實測 這應該是非常多 台灣局面想看到的畫面 載入實測 載入實測 大家好歡迎來到DCS我是豐哥 今天我們要再來用DCS來模擬 一場更大規模的台海戰士 上一集台海模擬空戰影片 反應非常熱烈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以及建議 各種紅的藍的綠的留言我都有看過了 而這一次我打算綜合大家的建議 以及加入海軍 讓這次的模擬更加有可看性 OK 首先跟上一集一樣 本次的模擬還是有些東西 沒辦法那麼準確 所以請大家不要太認真 不過我會盡可能的去還原現實中的情況 那我們先從地理環境說起 台灣海峽平均寬度大概90海里 所以這兩邊的寬度也大概是90海里 而你們可以看到我已經把地理位置都標誌清楚了 這邊是台灣 這邊是中國 那這次的模擬背景是 中共已經進行了首波火箭以及地對地飛彈攻擊 準備實施包圍台灣周邊海域 以及掌握制空權的行動 而這邊一定會有人說 那這樣台灣的機場應該都被摧毀無法起飛 我必須說如果你對導彈火箭洗地論有一定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這是非常荒謬的結論 導彈跟火箭都有一定的誤差值 如果依照目前解放軍的導彈、火箭精確度以及數量 是無法完全摧毀台灣所有空軍基地的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關於這個話題的影片 我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所以經過第一波的攻擊 台灣的空軍基地應該還有6、7座還能使用 我這邊就假設分別是 新竹、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7座基地 而據我國軍認識的朋友所說 一座基地緊急起飛的數量大概是4架 所以這邊我們有各個基地的F16以及幻象2000 F16跟上一集的掛載差不多 4枚120C5加上2枚9X 不過一樣還只是C型不是V型 而這次的幻象2000終於是幻象2500 可以攜帶雲母飛彈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中華民國塗裝 另外DCS目前沒有IDF 所以這次就沒有IDF來作戰 至於獄錦機國軍還有兩架E2在後面進行數據鏈支持 講完空軍後我們來看看地對空飛彈 這次國軍的地對空飛彈系統 除了有上次的英式之外 還有愛國者以及NA-SAMS 目前這遊戲的愛國者射程很短 所以只能當中進程飛彈使用 遠程還是需要依靠英式 而NA-SAMS則是近期國軍購買的先進中低空導彈 可以與愛國者共同進行中近距離空中防禦 不過很不幸的 我們這次還是沒有天工 再來看看海軍 海軍應該是這次模擬最不準確的部分 首先這個遊戲並沒有拉法葉或是基隆級康定級之類的 所以我就私心選擇了美軍的提康德羅加級以及伯克級 提康德羅加神盾級 一直是之前網路上在討論要不要購買的船艦 不過後來隨著計畫國造準神盾艦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提康德羅加上面配備著魚叉反艦飛彈以及SM2標準2型對空飛彈 可以用來彌補國軍缺席的熊二熊三以及天工 而伯克級驅逐艦則是代替基隆級 同樣也有不錯的防空能力 算是有點平行世界啦 除此之外國軍還有派離集巡防艦 這艘是國軍真正擁有過的東西 後來升級為成功集巡防艦 講完國軍陣營後我們來看看解放軍陣營 解放軍空軍的部分除了有上次兩架的殲20外 我還另外加了兩機隊八架的殲16D在前線擔任電子干擾機 還搭載了PD-15 另外還有兩架轟6攜帶殷疾83可以準備對國軍船艦進行打擊 而轟6機隊旁邊還有兩架殲11B攜帶PD-15進行護衛 至於預警機的部分路上還是空警2000 不過海上我這次加了一架空警600 空對地跟上次差不多,又增加了一些S300 至於船艦的部分我們先來看看解放軍航母戰鬥群 這邊要說因為DCS並沒有003 所以帶出的是遼寧號 航母戰鬥群編制我參照的是去年中共的8艘大規模編制 有5艘052驅逐艦和1艘054護衛艦 以及1艘補給艦 另外遼寧號上還有6架殲15B掛載PD-15準備起飛 中共的052C驅逐艦和054A護衛艦 都擁有大量的紅旗9對空導彈以及櫻級63反艦導彈 這對國軍海空軍是很大的威脅 除了航母戰鬥群外 周圍還有一些驅逐艦、護衛艦跟093核潛艇 準備向台海押近 好啦,那陣營就介紹到這邊啦 這次模擬我請到了我朋友DBS來一起觀看並解說 如果下次有機會我還可以加美軍進來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我們就來看國軍究竟是否可以抵擋住 中共的第一波大規模進攻吧 OK,各位歡迎來到戰士裡 那我們今天請到一位軍事專家DBS 先不要說軍事專家 就是軍事專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先來看吧 我不接受這個頭線 首先 對,J20起飛 那你們可以看其實 這個遊戲它的航母真的覺得非常不錯 其實很細耶 很細啊 然後 你們可以看 他們的航母其實會配備這種 就是反 呃,算是對空導彈或是反艦導彈 而這是我們的這個提康德羅加機 應該不能說我們的我家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一發生戰爭的話 真的就是一開始這樣子 反正船艦的導彈就一直打一直打 我給你們看這個就是整個畫面 你就可以看 其實這些這些 哦,都小紅點 對,這些是那個 英級62跟這個 呃,Standard 2 Standard 2 還有 紅旗9 你看其實 台灣空軍一起飛 基本上就會馬上遭到 這個 一大堆的紅旗9的威脅 所以 紅旗9射程真的是非常遠 對啊,是非常遠的 他們沿襲了這個 224的遠程防空飛彈的那個設計 就是300還是400 那個射程真的很驚人 現在目前幻象2000只能詭畢 當然我們我們的這些派離級啊 還有這個 伯克級他也在打一些 Standard 2啊 還有這個 Harper 雨差飛彈過去 看一下 殲15要準備起飛了 那個艙門沒有關 哈哈 我相信啦 我相信啦 一開戰就是 的確是 有可能是這種狀況 DBS你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的確啊 因為你如果今天 當然你說戰力保存很重要 但是同時 你今天不 就是你 你不反擊的話 你船沒了 你上面放上彈藥也沒用啊 嗯 然後我們可以看 這兩架殲20 這裡就開始打PD15了 這遊戲的殲20 他的雷達算是 應該是做的蠻精準的 然後非常遠的距離 就可以發現到 我們這些幻象2000 你可以看台灣軍力 在這邊 的時候 一直在規避 因為你沒辦法得到一個 非常好的LAC 去打到殲16 畢竟他們還有電戰 而殲20 不知道會不會跟上一次一樣 就開始 就開始突襲 就是他們 他們直接突襲到本島 抱歉 有點當 因為這個物件真的蠻多的 哇 其實這兩架殲20 不過這一台 這一發120 似乎可以打到殲20 被死掉了 如果殲20真的衝不進來 真的就是靠 靠船團的防空了 是啊 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個角都是 都可以 躲掉雷達 對啊 他現在這個角度 早就已經被 早就已經被鎖了 喔 剛才似乎 打下一架 有一架 呃 剛剛應該是120 打下的殲20 這架殲20先跑了 不過他的PD-15還在飛 載入實測 這應該是 對這應該是非常多 台灣軍力想看到的畫面 載入實測 載入實測 而這邊 你們可以看 殲15 擊隊已經升空了 基本上全部都升空 6架殲15擊隊 而這邊的F16似乎遇到很多問題 他們飛太高了 飛太高會導致真的非常多的紅旗球 造成非常多的威脅 這種大規模的這種海空破戰 真的非常考驗雙方的空管能力 是啊 真的因為太密密麻麻 我這樣看都 你其實管理的不只是戰鬥機和船 你還管理飛彈 是啊 目前 不太對阿 現在解放軍的這些殲16 他們的ECM應該起到蠻大的作用 你們可以看到國軍一直在歸 歸逼 沒辦法對他們做出打擊 我這樣看起來我們這個 路基 我覺得主要是他遊戲裡面那個 愛國者的射程條太奇怪了 是啊 不然理論上他這麼近 早就你的遠程 你的天空和愛國者找得大 是啊這遊戲沒有天空 這個我剛 我在前面有跟觀眾說 就是很尷尬 現在狀況是 紅旗可以打到 打到家裡 但是我們的愛國者 就是 你知道 只能在暗房 沒錯 這是 這比較尷尬 我已經盡量去用那個 Standard 2 missile 去平和紅旗久了 因為我們 這也比較平衡啦 這是給我們可能 需要的實力 畢竟現在真的 太多東西是 遊戲有太多東西是我沒有的 不過這邊狀況似乎有 有點拉回來 我們的是 我們大概損失了 呃 四至五艘的這個 船艦喔 呃 你們可以看到裡面 都已經開始進到 那個BVR以內了 四巨內作戰 哇 這架F16沒有發現 間而已 沒有 就在那邊 Oh my God 那其實如果你去看那個地圖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在這種大規模作戰裡面 你的 你的後勤 第一個後勤消耗很大 然後再來是 你看他 矮中間距離岸邊 可能四五十公里 然後你知道 飛行員這樣 就是他跳傘 是啊 就是造成就是說 你如果要確保你的 因為理論上 以美軍的做法就是 每個人都要救嘛 但你每個人都要救的話 你就要派出非常多額外的 後勤能量去救這些飛行員 對啊 哇這PD 這個殲-15居然 不過我相信啦 我們的 這些SM2也給他們的 殲系列飛機 帶來非常大的干擾 因為你沒辦法 準確的去 去 去擊中敵人 你沒辦法一直 你沒辦法鎖定敵人 你就沒辦法發生導彈 這個我覺得是 這些Standard 2沒手 可以模擬 就類似於 天宮 或是愛國者 遠程愛國者的 的這個實力 就你 我覺得現在非常非常 因為你飛機的直向性 都一直跟著嘛 不過這邊看起來 兩架轟六回去了 這邊看起來 台灣似乎 算是抵擋住第一波攻擊了 你們看到05-02已經 似乎快被摧毀 對當然我們也損失了不少船艦 這邊四艘 那我記得這邊還有兩艘 這邊還有一艘 速度也損失了不少 而這邊你們看看 沿岸邊的 就是距離西岸 西岸部分的05-02 其實也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更不用說我們之後 還會有陸基的 熊二熊三 對這些船艦 造成多大的損傷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 F16一直要往 沒有零艦隊飛啊 他想要激泡就掃射了 大家可以回家 你們已經 大家可以回家囉 你們已經抵擋住了 這其實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他解放軍 他就算是 OK他的05-02被打 他的05-05被打 他要補給是很快的 因為他都有 是啊這邊直接很快就 但是我們16打完就沒了 數量太少了 對我們數量太少了 不過基本上戰鬥 從解放軍沒有空中單位的時候 基本上就結束 我們成功算是產勝 抵擋住這一波攻擊了 算是產勝 這個真的是沒輸沒贏啊 但是如果假設他們繼續 這樣子一波一波攻過來 攻過來 我們能撐住幾回合 這個DBS 你應該也這樣認同吧 這個真的太 太殘酷了 而且這就是 我覺得 對我覺得 而且到後面 你要反擊的 成功機率會越來越低 因為包含你的 各種軍事機場 包含你的戰備導彈被攻擊 也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面 台灣可以起飛升空的戰鬥機會越來越少 包含你的加固機堡 也可以用穿地彈去打 所以後期包含說 你到時間拉越長 如果火軍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合適的補給方案的話 我們的空軍的 空戰的能量一定會越來越少 包含我們戰備導 我們機場都會被攻擊 然後我們的飛機啊彈藥啊 都會被打擊 所以說真的 到最後面 你可能就算F16可以升空 你也不一定有足夠的彈藥 因為他需要運補嘛 可能我這個基地有 但是我中間的交通運輸 樞紐被打斷了 那我要後勤 我要補120過去 我要補AM9X過去 他可能時間跟不上 所以到後面會越來越艱困 那這個時候 國軍要怎麼去應付 就是解放軍這樣一波一波的攻擊 這就是一個 要考驗國軍高層的智慧 尤其 講真的啊 我們 的確 如果之後沒辦法抵擋住 我們整個台海被包圍之後 我們的後勤 基本上進不來 你說烏克蘭 他至少是陸地國家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反正就是他們的補給會 很容易 比較容易的進來 而 基本上我們被包圍之後 我們就只能消耗 那個 國內的資源了 我們真的只能像是以前古代被被圍成的時候 然後之後完全都沒東西 這個我覺得是一定要囤好非常多的這種戰備資源 或是你要想辦法去開闢出一條可以去補給的道路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困難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錯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美軍的 我認為美軍的做法會很像二戰的時候的玩法 就是他會用一模一樣的戰術 他的做法就是 沒有啊 我們要跟你打 但是我派船來補給 你能得怎麼樣 就變成說 美軍他就來碰死 是 我就派不見過去 OK 那我去補了以後 你要不要打我 你不打我 那我就一直送物資進去 那你打我就等於跟美國開戰 我覺得美國應該也會是這種做法 那DBS你覺得剛才海軍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很多國軍的東西沒有 但是我相信加了提康德羅加級 或是說 博克級的話 這對台灣海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buff 那可是如果在現實中沒有的話 你覺得台灣海軍會不會就是陷入非常困難的一個情況 對我覺得海軍是 海軍的問題是他面對到的挑戰是最艱難的 因為你說真的 我們例如說F-16好了 其實F-16上面的機載雷達或是他攜帶的武器 其實都是算是世界頂尖的存在 但是海軍在這方面的發展就比較慢 而且相較於例如說F-16 他不管是他的裝備或是他飛彈都是實戰經驗 我們海軍的海軍例如說熊3 熊3沒有實戰過 因為你實戰之後你才有辦法修正 就是說OK我今天打了一發發生什麼事情 那怎麼辦我們來改嗎 你看愛國者3一開始也是問題很多 他會現在這麼強是因為他經過很多實戰經驗 他之後進行修正他才到現在這個樣子 對啊 我覺得你剛才講一個點其實是雙面人 就是你說F-16沒有實戰什麼之類的 但是其實你要想像就是對岸其實也完全沒有 他們常常說他們打過韓戰打過越南 其實那個都已經是舊時代的事情了 有時候的確可能軍人經驗上的素養是 的確有可能傳承 但是以裝備上的話其實他跟台灣是差不多的 不是說台灣甚至還有一些裝備實戰的能力 有比他好這樣子 對這我同意 我只是說就是熊山相較於我們跟美國買的武器 是沒有實戰經驗的 那所以他就是變成一個變數很多的情況下 他有沒有可能表現非常好 有可能啊 沒錯 但他也有可能就是 你知道我們沒有辦法預期的狀況發生 然後發現其實他的效果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差 那對我們整個戰術性的我們原本的預計就會有落差 那你就這就會變成說 OK好那既然這個情況會發生 那我們國軍的部隊有沒有辦法因應就是 在這樣子戰場機就是非常快的速度變化的情況下去做出反應 就是應變能力的問題 對就是應變能力的問題嘛 就是說例如說我原本預想 假設OK我052來 OK我要準備多少熊山上去 但是之後發現熊山的性能跟運氣不一樣 怎麼辦 這個真的 對吧因為我們的部隊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人少裝備少 那你要怎麼樣在這個環境下面 你同時還有你知道這個魚運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去應變不同的戰場情況 這個就是考驗國軍軍官的就是高層的能力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這個就是誰輸讀得多的問題 今天講到這邊雖然有點扯遠 不過其實真的講到蠻多關於這個 我們從一開始的反正台海會戰 講到後來國軍後勤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其實都可以一直延伸的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發出自己的想法 那這次的模擬 我在前面也說了 就是雖然說真的不是很準確 但是大家真的是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就像我們後面延伸討論到那麼多 那當然如果真的以實戰來講 畢竟這只是模擬 也許我們抵擋不住第一波的攻擊也說不定 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會發生什麼 那大家可以看看就好 OK那今天我們真的非常感謝DBS 可以來跟我們講這麼多 然後來跟我看這個就是 我這個東西 我最後面補充一點就是 我會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專業什麼 軍事專家或什麼的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大家可以的話盡量就是 友善的討論這件事情 那越多人討論 因為我相信鄉民都非常專業的 那大家討論之後 大家才會 你知道大家一起學習 然後大家一起了解到 就是說國軍可能會面對到的這些困難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就是去檢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檢討 我每次都覺得 我看了有人都是鄉民在教我 我就是慢慢學習 我真的 對啊我覺得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你 你也知道很多鄉民都是 真的很專業 要不是他很有研究 不然就是他其實真的就是 他服役啊 他服過那個單位 真的 有什麼想法真的可以講 謝謝大家 對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